这次大地震花莲市也收到了不少慈爱基金的捐助 市民代表田真琪要求市工所要公开透明 妥善运用在灾民身上 而另外也针对市工所在争取文化发电机的经费 田真琪也要求市工所要整合跨科市意见 做最妥当的设计规划 以利争取中央经费建设地方 这次大地震花莲市受到不少慈爱基金捐助 市民代表田真琪要求市工所要公开透明 妥善运用在灾民的身上 就这次了解市工所也募集到了将近300万的地震来的善款 那我在这次总质询当中 也要求市工所也一定要妥适的使用这笔善款 要使用在真正有需要 并且因为地震而遭受到影响的这样子的灾民身上 让我们的市民朋友都可以对市工所有信心 另外正正市工所在争取文化发电机的经费 田真琪也要求市工所要整合跨科市意见 做最妥适的设计规划 以利争取中央的经费来建设地方 文化发电机是从客委会 给予150万的设计计划的这样子的案子 那市工所跨科市来提案 但是因为没有办法好好的整合各客市的想法以及需求 所以在提案的过程当中不如预期 那目前也需要再做一个修正和调整 那我也请市工所的主密 务必在调整的这段期间里 一定要好好的整合大家的想法 来符合所需要的人的期待 希望真的可以成功的争取客委会2700万的主农活动中心 以及热林图书馆的改造 其他田真琪还针对了公园友善设施管理 国内外城市学习交流等议题 希望施工所加以重视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